说到张国立老师 他可是圈里的老戏骨了 不过大伙可知道 他其实早就突破了演员身份 这又是做春晚主持 又是当导演 前不久还去德云朔 说起了相声 各方面画界都做得风生水起 何大人 您就是无敬无畏 所以才无法无天 提起国民戏骨张国立 别看他已经60岁 但却人老心不老 玩起跨界来 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先是力挺好友冯小刚 在2014年春晚上 担任主持人 好好刷了把存在感 冯小刚接到这个命令之后 他的第一个电话是 他说领导让我当这个春晚导演 你必须得来 我其实是没有犹豫 我去不去 只要他去我肯定会去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今年上春晚了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老婆 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因为我在家里 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凡遇上事呢 我都得请示汇报 我怕老婆 不是件什么秘密的事 是个很公开的事 很公开 我一接到这个剧组的邀请 我一想 三十晚上不让我回家 这哪是我能做主的事 我赶紧请示汇报吧 我就写了份报告 尊敬的夫人 锐血飘飘迎马年 直辞马年到来之际 接到春晚剧组邀请 担任主持人阔湖之一 我欲前往 请批准 令 听好了 还有令 因排练需要 需在剧组留宿 当否请批准 很快 我媳妇的批文就回来了 同意前往 往积极完成任务 令 不准在外留宿 而除了过足主持的演 张国立最近又琢磨着 做起了真人秀导演 也是有模有样 我们有三十多套摄影设备 一起上 每个人分好了 他自己做什么之后 我们没有停止 没有停机 一直就这么拍 谁知道宋小宝那样的人 会作出什么 作出什么幺蛾子来 对不对 谁知道沈腾 会闹出什么段子来 我们都不知道 沈腾就是蔫坏 走他的一贯的 这个叫好见的路线 冯哥你太重了 我保护你半天 怎么我还重了呢 我肩膀都抠了 小宝呢就是一直是 永远都是精力旺盛的 在这儿不断地一会儿 就讲人家哪儿都冻起来 然后就唱起来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想家的时候 其实说起国立老师的导演功力 早在知人秀之前 就已经在半路父子 赎罪门等影视剧里 得到验证了 不过大伙可知道 他初次知道 是在哪部作品里吗 朕想给诸位爱卿 讲一件闲事 你们有谁 长过狮子呀 没错 就是这部 家喻户晓的 康熙微服死访记 张国立的养成 始于一部戏 叫康熙微服死忘记 那个时候 不管是做演员 还是做导演 还是做制片人 都是我的 真正的 把这合为一体的 做的一件事 要说国立老师 对这部经典之作 有多真爱 前不久 还拿进德云社 说相声段子了呢 您拍那个最著名的戏 也是二年 那个电视剧叫 康斯威西服访记 1991 等会儿 等会儿 康斯皇上啊 你先等 有康斯皇上吗 对 你再说一遍 把这戏 我就太激动了 康斯威西服访记 康 康 康熙 康熙啊 康熙威西服访记 德云社成立20周年的时候 我说了相声 我看网上这个孩子说 今天晚上我不知道 是点锅的钢 还是点钢锅的 当然了 除了康熙威西服访计 紧随而来的 铁齿铜牙记小兰 大伙也是惦记得紧 不知道铁三角 载具可有机 会不会有什么 鞍道机关 何大人哪里来的 鞍道机关呢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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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 铁三角 对不对 现在就叫CP吧 我们三个人现在在演 这个铁齿铜牙记小兰 我们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我跟靖芝说 我们不然就先拍话剧 预热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话剧好看的话 我们再继续拍电视剧 所以大概明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国家大剧院 演铁齿铜牙记小兰的话剧